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寻找BNO造家移民的故事》的节目系列 今集是我许探长 也有我们的新西兰长盈景 二德台阳 Yes Sir 好了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晒冷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我们今集回来讲这宗BNO Girl 她们去英国的故事 我觉得除了一些和钱债有关的情况之下 什么家庭 什么伦理 亲情 什么男女朋友的情况之外 我觉得我们要细思激恐一下 她姐姐究竟还是否在这个世上 咦 那么糟糕 不是吧 什么事 话说这样的 有一个弟弟 她自称 她姐姐欠了37万财子 她姐姐走了 老婆见过 家人究竟好不好帮她还债 咦 那么 家人还得就还的啦 还不了 但就算还债钱也要和这位姐姐了解一下发生什么事才行 对吧 女儿 你怎么借了37万财子 你干什么事 去到英国 你怎么搞错啊 留下我们家的帮你还钱 难道你37万财子是什么原因 你在英国是不是生活不好啊 回来香港啦 香港现在不用戴口罩啦 很自由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都说知道什么事才想和不和他还 但就是这样啦 弟弟 她就出了个post 希望大家帮不帮忙 如果这个弟弟 你有听到我们这节目 我觉得你尽快要寻求英国警方协助 话说这个姐姐已经搬离了家里 大概大话话 都有七年到八年了 很久了 还不是很理会那些家人还是怎样的 还是听说 拍拖这件事 七年八年 跟家里很疏离 那些 我觉得很不应该啦 有些人说的 嫁了个女儿就等于潑了出去的水 那你姐姐还没真正嫁 还没嫁出去就已经潑了出去的水了 化了 被地下潑了 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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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话说 弟弟就说了 一两个月前 她就听说了 不是她姐姐亲口跟她说了 就说她跟了男朋友 就已经移民英国了 这么久了 一直都联络不了她 WhatsApp也好 FaceTime也好 什么狐狸精怪也好 总之就是 You're number you have to out 就是这种情况 都是找不到她姐姐 哎 先别笑啦 很紧张 每次我自己都忍不住笑 好了 谁不知 没有几日前 就收到最傻佬寄来家里的信 咦 为什么这么有趣呢 可能有P字的ATO,UA的電影訊息 有什麼好笑啊,你想一下給她姐姐的 有很多東西寄來給她姐姐的 用了Murvedale都找不到姐姐的 那我又幫她拆出來看看 有些紅色的Urgent 還是Confidential 就這樣把她拆了 哇一打開就不是金光燦爛 是印塘都發黑 说他姐姐欠了37万的债项 还没还 这样走掉了去 赶下了一笔帐在香港就不太负责任 还有没有跟家人单声 有笔钱在这里撑住人 你问姐姐也挺坏的 对不对 然后弟弟也联络到姐姐的男朋友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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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一下联络一下男朋友 你找到他了 男朋友回复就说 你姐姐呀 户口清零呀 没钱的呀 清零 那怎么办呀 你差了37万呀 你女朋友 男朋友就问了极权政府 极权政府不会帮人还钱的 你叫他快点给你姐姐 拿回NPF到手的 那就可以还了 还 我都想呀 有没有37万那么多 NPF 到时你等到你5加1了 他搞成榴槤那么多 刺手的 对不对 你现在没有NPF 我还什么呀 你姐姐一元也没有 还NPF最重要 只有这里有些钱的 小小点也好 对不对 如果你是弟弟你会怎么跟男朋友说 我怎么说呀 不懂说话 只会拔开口 为什么有个这样的男朋友在 不可以叫他姐姐来听电话 听什么就听 他不听的了 要是你们就全家帮忙还 还钱呀 现在记得来了 我们两个在英国 你姐姐的户口没有钱 他都要靠我了 你还钱呀 帮他还原这次 37万而已 你们还有三个人 一人做事 每人十多万都搞得怎么样 我们现在在英国 难搞呀 有没有什么呀 那是什么呀 就先吸线 哎呀 不是吧 不知道怎么样 我是他弟弟 真的冻了在这里 咦 这样也可以的 什么呀 姐姐 联络不了 那才是大劑呀 对了 所以这就是离奇了 然后弟弟就拗难头 就说死了 他都没想到姐姐在哪里 都是想起钱的方面 因为我们不用 我们没有经济上的压力 我们不用帮他还钱 我们旁观者清 他说死了 帮他还 待会几年之后 又借获金的 那怎么办呢 大劑 不帮他还 现在追溯佬 又来到家了 怎么办呢 我就觉得离奇了 为什么呢 但是因为你姐姐又没有亲口作实 就是她自己去借过这一笔钱 你记住 还有这个叫做男朋友 男朋友 那究竟这37万借了之后 是跟她的男朋友 在英国一起用 还是怎么样呢 她男朋友说了 你记住 姐姐去借钱 那借完钱的话 那是不是入财子 入这37万 就在姐姐的户口 应该是这样才是 是的 你跟我说这么快清零 用心吗 太夸张了 这么快 在哪里 是不是跟男朋友一起洗光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如果男朋友洗光的话 至少也要说一声 交代一下 是不是两个一起洗光 三十七万 还是姐姐洗光三十七万 还是姐姐没洗过三十七万 还是要洗五千万 这个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 为什么五千万呢 就是笑给她 笑给她 是 姐姐 过亿都要 姐姐 是呀 要炮西瓜 因为很离奇 你想想 不在他乡 你想想 那姐姐连去英国 都不跟家人说声 是吧 是大件事 是大件事 我跟着Bobby仔去英国 我们会不会在机场 起码都先抱一抱 就算你离开了家七八年 起码父母都看着你大 看着你怀 你说要去英国 又说不回来香港 又说香港暴政 不留得人 或者离散香港人 这些情况 或者去英国发展 还是怎样的 你起码都要跟家人说声 原来不是 而且是江湖传闻的弟弟听到 是他跟男朋友 原来已经去了英国 然后再打他 已经找不到他 然后打到他给男朋友 又说他没有钱了 什么都没有了 NPF没到手 有NPF才算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能够成问题了 英国地大默薄 是不是 如果万一有什么事 会不会有一个英国版的陈同佳 英国版陈同佳 那这个男朋友 难道将他 在那里一粒粒粒 蛤? 有机会啊 又会塞进行李箱 会不会呢 不知道运到哪里 或者找一块大石 沉到海底 还未定 会不会这样 一脚踢到哪里 甚至是 你想想 每个都说要买车 又说不知开车去哪里旅行 甚至我见过有些 还说 串到 不是串的 也有些人这样做的 就由英国 就开车 就去到 法国 旅行 还是怎样的 对不对 因为 其实 玩手都可以 因为 你去法国旅行 你去开车 其实 某程度上 都很松的 那个叫什么 欧洲隧道 欧洲隧道 那样的 叶范 做中文 整个 私家车 连车 带人 链上火车 连车 连车 带人 那些行李 那些行李 就算你塞爆了整个车尾箱 都是行李的话 未必个个都讨厌 因为 见你答到 孤零 问你 yes yes no today 我们今天来的 还是怎样 ok 拜拜 hello hello happy new year 上车 他见你挺有趣的 见你亚洲人的样子 说话 说得很足够 你快走走走走 过去的话 说不是 你去英国 将他带到法国 扔下了 都还可以 是啊 是可以的 如果你想想 这些 毒手 都挺害怕的 你是没办法追究的 你是不知道什么事 又联络不了 这件事 很大势 其实就真的 想想想 这名 网民 不要再在 网上发帖了 你这样发帖 没有意义的 你快点去英国找他 找回家姐先 是吧 钱、钱、钱、其次 最重要是人没有事 就是了 现在 究竟是 家姐 真的有心 借了一笔钱之后 离开香港 我们给了一个 帖子 叫做 Bobby仔 两个去了英国之后 扔下这些 骗子 周K 然后 不理家里那么多 就叫他去 帮忙还钱 你说 为什么 Bobby仔 不肯让姐姐听的呢 或者联络不了姐姐 或者姐姐都没有颜面 再面对家人 还是怎样呢 不过就算我自己觉得 你再没有颜面的话 你都可以 就是 发个信息 甚至乎 录个音 还是怎样 这样的人都可以的 那我们再看看 那究竟这个姐姐 有没有什么 Facebook 或者有些 IG 可不可以在那里留言呢 或者 弟弟 暴浩 姐姐 你欠债30X万 建置即回 怎么会 怎么会 不可能 家姐不阻碍你 不理你 瘋子 傻子 如果 遇到个坏姐姐 我相信 她这个姐姐 也挺坏的 拉底一批债 然后自己 自己 走了 带了个男友 现在 连联络 直接 连联络 这名姐姐 也做不到的 她 是不是 存在世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第二 就是 假设 她 是 自己 真的 但是 刻意地 躲起自己 躲起自己 非常不负责 之余 你这个弟弟 看来也很难联络得到 因为他是刻意地做 是不是 这个就是提供最好的理由 就算你去到英国 向英国警方报警 他可能会跟你说 你姐姐 可能他自己 躲起来 欠人钱 是不是 我们找不到 他自己有心躲起来 怎么找 香港的东西 我们查不到 你只是在香港撑钱而已 对啊 他可能连续号 都不会给你 不会查 对啊 不知道啊 我们很忙的 失踪而已 失踪而已 失踪啊 我今天打电话问你男朋友 不是啊 男朋友说不是不是的了 他在这里说 他只是在法国旅行而已嘛 他只是在法国旅行而已嘛 他还没回来 好像 行不行呢 行不行 所以很多不同的东西 甚至乎可能去到法国才动手 都还可以的 对吧 好像 陈同佳这样的情况而已 这样就恐怖了 对啊 很恐怖了 有个大行李 如果大行李 没东西 哎呀 打算你去到法国买多点东西嘛 宝贝 我们有三十出卖啊 哎呀 买到手袋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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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有些人这样借了之后又 哇 那那声又说要离开香港啊 那就留下一些债 然后又叫人还啊 甚至乎觉得自己就不会再回来啊 你想想哇 大大话话 成六年或以上的时间呢 那他假设就是要拿到英国的身份之后呢 那究竟再回不回来呢 甚至乎 还是怎样呢 就是拍拍屁股呢 这样就叫他走去 应该不会回的了 我想他十年二十年之后 可能会回来香港一转 反正差那么多钱的话 假设他的姐姐是有心地离开 有心地离开债 那你是怎样都找不到他的 又假设他是真的遇到不测 那你更加不用烦了 不用还钱之余呢 更加不用再联络你姐姐了 因为你姐姐已经人间蒸发了 哈哈哈 不用还钱之余呢 还要烧多点给他 烧多点 是吧 烧多点 10亿10亿这样烧给他 哈哈哈 那些什么样的会不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要客气大家 我们觉得相当之迷利 这件事 因为很多人只是焦点 就是教那个弟弟 怎样去还钱 或者怎样去财务公司 嗯 担心了 那个弟弟不用上身的 因为又不是他借 是不是 只是亲人而已 亲人不用负责 另一个亲人的 财务的嘛 除非你是担保人而已 是不是 所以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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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担保人怕什么 还有他不在那里住的 这些是吧 这些什么主旨证明的 这些是N是几年前的 没有在那里住的 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 再不是就给了男朋友的电话 让财务打爆他 财务打他过瘾啊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差的问题 哦 对啊 半夜来的嘛 是吧 够了就安排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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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男朋友的电话 你打他不妨跟他说 不过大家呢 最重要的是 那个焦点呢 我们不可以 想少了一件事先 可能会不会 有些什么的 漏洞呢 家姐其实 我都要见到人才知道 究竟发生什么事 这个呢 我们抱着一个很大的疑问 好吗 对啊 不过怎么也好 到了最后呢 家姐如果真的叫做 六年之后 拿到真正英国人身份 去都去 用英国护照入境 神不知鬼不觉了 你入境 都不会知道的 那些财务公司 照计算是 你用回香港的身份证 入境也没什么的 又或者 找不到的 中间偷偷地回来 去扮一些事 然后又走了 财务公司也没有他扶的 对啊 对啊 你打手机也没人听 找不到 铁街招 可能你是易勇 或者找到你了 很惨的了 哎呀 真是没那么厉害的 好那我们今次 真的说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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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